所以顾悦 苟不智德 智道不宁也 所以回头来讲 我们如果学到 我们希望这个大道有成 那你着手的方法 就是厚执己德 厚执己德 得性达到最圆满 圣德那个叫做智德 所以不宁的意思 所谓的宁就是成啊 我们讲成道 我们的得越后 我们的道宁就是那个果位有没有 就会往上提升 这个宁也可以解释 当我得越后 越靠近我的内心世界 真心世界 我就不容易去退转 这一生我们对道的体悟有多少 我们的落实有多少 攀关未来生再来人间起步学道的时候 你的立足点在哪里 假如这一生我们是站在一楼 下辈子你可以站在二楼三楼 你的起步比别人快 那别人看你起步快 那别人看你起步快 是因为别人没有看到你这一生 是多么辛苦的 在耕耘自己的什么 那一块心田 所以不宁就是 有得了以后 你就不会 不会再退转 你最后一定会成道的 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 一个学道的人 你要取法圣人 你就学圣人 他是如何日积月累 后知己得 所以儒家讲 克己 父礼 未知人 克制自己的私欲 让我们能够循规蹈矩 而要克制私欲 他就有赖于我们无事的时候 我们要去存养 进度己 有事的时候 要去省察 省察我们做的是 有没有不合乎 五常之德的地方 有没有背于自己的良心本性 所以这个省察的功夫 也是靠我们平常 在日常生活里面 细心观察所得 要透过观察觉察 最后我们才能够觉悟 那如果我们说 我已经很认真在学 很认真在修 怎么到现在 这个道心还会 舍隐舍显 原因在于哪里 原因在于不够精进 功夫用的还是不够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三天进三步 然后呢 修两天又退两步 有的时候发觉 三天未必进三步 但是两天退四步 是有可能的 因为一个不留神 身口意就 被外境一牵引 有没有 我们就放纵了自己的一个思维 最后言行举止 就不合乎常规了 所以顾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所以一个真正的在位的圣人 或者一个真正的学到有成的人 他要不断的 不断的是什么 所谓的尊德性 这个尊德性就是我们十条大院里面讲的 诚心保守 要让我们这个德性有没有 不要在不经心里面去流失了 我可以犯错 但是犯错以后要不二过 谈不二过何其难也 像我昨天晚上跟我先生讲 我说如果你再拿我的身材去做文章 我让你今天晚上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好不容易有没有 回到自己房间忏悔一下 没有口德的话以后 今天早上他又说了 然后因为他要上班 我说如果你再不懂得收舍你自己 不该说的话不要出去 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在你有生之年 会带着不好的回忆去上班 因为我会赏你三巴掌 虽然我是笑嘻嘻的回他这些话 可是我内在的那个成分之心 已经积压到这里了 我是皮笑若不笑的 你看 昨天晚上 醒察完毕 觉得应该要有修养 对不对 今天早上又耐不住自己的性子了 你认为成心保守那么好做到吗 对不对 有的时候旁边的一句嘻笑怒骂之词 勾动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不平的情绪 有没有 后那就勃然大怒了 这不容易做啊 所以尊是恭敬 恭敬 恭敬 恭敬就是保守他 那个恭敬呢 就是我们讲的尊敬先佛啦 要尊敬自己的自信佛 那言行举止就不可以荒腔走板了 那道问学是什么意思 你要去增广自己的心性之学 就是多文的意思 佛门讲的多文 跟孔夫子讲的博学 这两个学的内容都是谈心性之学 所以我们在研究地止规的前嫌 请你们去注意一点 你们在讲尊那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所以你们就讲 哎呀我们就先做该做的 然后那个所谓的修文的东西 学文东西摆在后面再做 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弟子规的东西 他也是圣人之学 圣人之学 一定是尊德性跟道问学 你没有道学在做基础 请问我的德性如何去厚实 如何去提升 那那一句话的意思是在哪里 那句话是在强调 不要徒有之而没有行啊 知行要合而为一 你千万不要一文解义 哎呀我们先去做 那个知道就摆在后面 因为他是枝末 他比较轻 你这样解就把圣人的话给扭曲了 那个叫一文解义三世佛缘 不可以这样说的 所以那一段话是在强调 知行要合而为一 而坊间的人多半 道理明白了 行为未必会去配合他 所以他才讲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吗 你先做吗 这个学不重要 学不重要 道问学从哪里来 对不对 所以与我们个人德性有关的 可以帮助我们心性提升的 可以让我们改毛病 去比性的 各位前显 这些都是道问学的一个内容 所以他没有离开各教圣的经典的范畴 所以我们活活恩师才说 理不明道难修的原因在这里 释迦牟尼佛也说嘛 多文为路道之本 我们要靠着这些的道理 不断的洗涤我们的内在 才能把无明肯给扫掉 让智慧给显现于外 所以智广大而济经为 这个在尊德性道问学的 努力方面要做到什么样的标准 才是合乎圣人的什么 一个期待呢 他说智广大 智广大是指学问上面 你要博学 过去跟前贤们讲 我要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是告诉前贤们 不要只求东西读得多 然后每一个东西都蜻蜓点水过去 道德经看完了 为什么 封面看过了 华严经看完了 因为三个字读过了 里面的内容 不不不翻过去 每一本我都翻过了 每一本我都不记得 那个不叫做广大 所以因为有些人 他只求学问的广 他不把里面去研究透彻 所以才鼓励大家 一门深入 你要研究儒学 就请把四书给弄清楚 弄清楚才能够讲明白 你要研究道学 那那么道德经清静经 就是我们的一个教科书 你也要字字句句 把它研究的透彻 才不会什么 才不会错解圣人之意 这个同样叫做方便说 是对应那些 喜欢显示自己学富5G的人 告诉你 你要一门深入 然而实际上 我们在研究各教经典的时候 前一前面如果有经验 你就会发觉 他各教经典要互相印证的 后学从来不背经典 我提过无数次 但是只要你提经典 我约略就有印象 这次到国外去 你根本不能背课 什么叫背课 今天跟你研究 哪一个经典 没有 三教经典全部出来了 每一个人问的内容不一样 有的要道家 有的要儒家 有的要佛门 还没有教科书了 庆幸的是 后学的记忆里面有 我不背为什么有记忆 因为后学的读书习惯 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如果读儒家 我道家佛门的东西 一定会进入参考 所以那个东西即便我不背 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对于儒家没有离开佛跟道 读佛家没有离开乳跟道 他三教的经典永远融合在一起 他就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不需要去背诵 他就不容易去忘掉 那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 他麻烦就在 他耗的时间多啊 可是他虽然耗时间多 他一旦功夫上手了 你有经验了 他后面的那个学习的进度 会非常的一个快速啊 所以就看各位前嫌 你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运作你的修行的过程 你是希望基础厚实呢 然后去建你的万丈高楼 还是就希望有没有 先就这样 随随便便打一片地基啊 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都不通 那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啊 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一定要什么 至广大 你要博学 这个博学指各教经典 可以互相去做印证 你不博学 你如何广其知 他们开一个道德经 三个班 有英文讲 有老外在里面 你有外国人发问 是很伶俐的 他不是你说什么 他就照接受 在国外的道卿 可能学识高 而且独立性比较强 他不会照单全收 他会问你的利润点在哪里 贺学参那个班里面 有律师啊 你看那个律师的口才 学问会少吗 他还有什么 经营软体公司的老板 博士级的 电机的博士的 都有嘛 你这样说 你要告诉我 你的利润点在哪里 然后每一个班开课的时间都不一样 研究的什么 那个所谓的内容 哪一个章节也不一样 你去那边再来看 你怎么看 所以我很喜欢美国研究道学的那个精神 我非常欣赏 因为他会刺激我们讲师 让我们自己会察觉到自己的不足 他不会像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是真的学生都很规矩 你怎么说我怎么接招 你们从来没有怀疑讲师讲的内容 有没有问题 他们不是 请你告诉我 你如何说这句话 你这样解释符合老子的意志 所以你前文后文要能连贯在一起 所以进经为 进经为是 我不但要广 我还要什么 我还要有深度 所以智广大也可以解为 用 经为可以解释题 我们透过外用的东西 不断的去民体 往里面去照见自己 去发掘自己 所以不要认为我读道理就是研究那些文字 研究文字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国外也喜欢讲一句话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是后学发明的 佛法叫做随文入惯的意思 我们看到一段经文 是用他来什么 来去检点自己 因为用这段经文 发现了自己的缺失不足的地方 我们才会有那种欢喜的感觉 为什么看见自己的不足 你会欢喜 论语你们一开始讲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吗 我们怎么解释 哎呀我的朋友 好几十年没见面了 然后来到我的身边 我好高兴哦 寒夜课来茶当酒 我很兴奋 这样解小学生的程度 有朋自远放来不亦乐乎啊 放在意经上来看 他是真人跟假人 两者之间越来越靠近了 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灭无名 掌智慧 那不就是明体吗 不就是往里面一直靠近吗 然后我们透过 发现了自己的 那个心得以后 你法喜充满 那个法喜从哪里来的 是从道心出来的 所以真正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那是指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透过道学的不断的一个研究 德性相对的提升以后 以身载道所带来的一个欢夜的一个场面 所以你在研究道学跟所谓的心性提升的过程 要致广大而尽经经为 就是不但要广 还要什么 还要够深入啊 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是什么 这是德性 我的德性 在道学的提升之下 我的德性也与日俱增啊 增到什么程度呢 天的高明 天的高明是代表天的无我 所以日月的光明 普照万物 没有任何的一个分别 德性这么高明以后呢 而道中庸 却把最什么 最高明的一个德性 落实在最简单不过的生活里面 换句话说 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切的言行举止 都由自信里面 很自自然然的行诸于外了 这个叫做道中庸 所以本来生活就没有离开道的 本来我们一切的所学 所修所行 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的素质 能够提升 生活的素质能够提升 不是说我的物质环境改善了 而是让我能够用一个 更正确的态度 去支配我人生的一个生活 所以温固而知心 敦厚以崇礼 这两句话是把道问学跟尊德性合为一 在学问的方面 我要如何才能够治广大 而进经为呢 那就是要不断的温固而知心 不要认为这本书我读过了 这个道理我听过了 我应该不要再继续学了吧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 我们的情绪不一样 我们的心路历程不同的时候 你在读相同的文字 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结婚之前 哪一个人喜欢听育儿经的 哪一个这么奇怪的人啊 还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 就整天想要摄取一些孩子怎么养的观念 应该没有人有兴趣的 可是当了父亲母亲 尤其是当母亲以后 对于小孩子一举一动 就整天就挂在嘴巴上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还有提儿子女儿的 那应该很少吧 那有一点太不正常了 那就提什么 那提起孙子辈 对不对 讲到自己的孙子就 没飞四五 好像天底下所有的好事 我全都包了 这就是人性的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学到也是这样子啊 你在不同的年纪 你有不同的一个遭遇的时候 你再来研究圣的毅力 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温习就学 增进心智啊 我们透过不断的一个学习 透过自己心的一个心得的体悟 我们对于圣人的毅力 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啦 所以那陪德呢 陪德是敦厚与崇礼 敦厚就是厚执己得 不断的去累积自己的德性 那崇礼就是 当我德性越高呢 现实生活里面 自然而然就谨言慎行 言行不会背于理的一个要求啊 所以事故居上不交 为下不备 所以国内的人 如果个个能够尊德性而道问学 那居上位的人他就不会傲慢了 所以这一个居上位的人不傲慢 他有慈心对待下位的人 那下位的人就不会反叛上位的人 所以节奏对百姓 极尽残虐之能事 百姓就用他们的实际的动作 把下节把伤众给推翻掉了 所以率民以暴 你用暴政统治百姓 百姓就用暴力推翻你这个暴君 那如果用仁爱去照顾百姓呢 那百姓也用仁爱理尽的心 去对应他的一个上位者 其实这一段话里面 就有因缘果报的存在 如是因得如是果 祸备而入 必备而出 钱财来路不明 他最后也会在一个 不清不楚的状态之下 这一笔钱就化为乌勇 言备而出 必备而入 我话如果口不遮拦 随随便便往外去伤害到别人 别人也会以其言之道 还至其言之身 所以我们就会遭到 言语的一个耻辱 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什么 你不是只有等待 而是要试着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把你在等待的东西 放到你的生活里面 我希望别人尊重我 我希望别人尊重我 我在眼前的情况之下 我要懂得尊重别人 我希望有朝一日 我遇到困难 别人会帮助我 那眼前 既若福寂的这些的事情 我们就不能轻忽掉 所以我们放进生活的东西 又从我们的生活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回响 那以我们真正学到人而言 我们要把住的是这一颗道心 时时刻刻 假如你是做一个领导者 你要千充字幕 千功和蔼的意思啊 不要让什么 不要让我们所处的地方 变成一言堂啊 我说了就算了 那如果我们去 居于下位者呢 你在公司在道场 你要懂得安分守己 去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 那有命不为 无命不专 这就是我们修道人 该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立身处事的态度啊 所以人真的能够 为上不交 所谓的为下不背的时候 那么国有道 其言足以心 国无道 其莫足以荣 像这样的人 他就是很有智慧的人 很有智慧的人 当国家处于太平盛世的时候 他就可以全心全意的 去投入国家的什么 国家的一个政治的行列 去施展自己的报复 去达到军事致用 治国安邦的什么 一个远大的志向 所以其言足以心就是 他懂得的东西 他就可以放出去 帮助这个国家 能够安抚老百姓 能够让百姓 安居立业啊 那国家如果无道呢 像文王武王的时候 他招揽贤士嘛 帮他一起来 金氏治国 到了节奏的时候 上位者无道呢 你还要这样 潜伏后继的 去当 去做官吗 那就是 十个脑袋瓜 也不够斩的 你看伤肉王斩他多少人 他连他自己的输出 他都把他杀掉了 所以国无道的时候 就要懂得有妙 赶快抽身啊 其莫足以荣啊 这个莫是代表 谨言顺行 不是说不说话 在国无道的时候 懂得谨言顺行 足以荣 就是有荣生之处 不会招来杀生之祸的意思 所以这两句话 是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在国有道 国无道的时候 他进与退 他都有一个正确的意志 国有道施展报复 国无道 懂得明哲保身啊 所以诗经上 诗经上讲 记名且则以保其身 其此之谓语 最后有没有 在引用诗经的话 为前面那一句 国有道国无道 做了最好的注解 所谓的明哲 就是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内照己则明 外照物呢 也无不知 他看得清楚 实事的一个变化 所以明哲就是明智 一个明智的人 他就懂得处世之道啊 所以修道不是一昧的冲冲冲啊 走到悬崖边 是不是也要看 还能够继续冲啊 再往下冲 就是粉身碎骨啊 所以我有一些 其他的同修道办 跟后学了 哎呀 他们的祖先 在紊乱当中的时候 我说紊乱当中啊 你已不变一万遍 已经求道了 所以你着重在修集 在大方向不明确的状态之下 不要去什么 不要随意的去 在旁边帮办 因为说不定是在 助纣为虐而不自小 所以早晚有那么一天 各个道场都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乱象出来 这个前进的方向是对吗 你能判别吗 还是人家怎么说 我怎么做 还有命不为吗 你有没有看那个命 那个发下来的命令 何不合于道啊 何不合于真理啊 不合于真理的人 何掌令欢喜 恭敬他就好 但是我绝对不照着做 如果只是盲从呢 那这一生就会交出 一个失败的成绩单了 所以明者保身 就是我们常说的 事实物者为俊杰也 那话又回过头来 那我学到的人 不是要 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吗 何需要明者保身呢 那前前你不觉得 死有众于泰山 有弃于红毛吗 这个抛头颅洒热血 也要看你抛头颅 抛的有没有代价吗 我为了救一只蚂蚁 我把我一条人命给丢了 虽然说众生皆具如来佛性 但是这个天平好像就 没有办法摆正嘛 意思是所有的牺牲 它应该要有代价 要有意义的 而现在走进末法时期 整个外在环境的变化 是瞬息万变的 瞬息万变 急凶祸福 是相依的 什么叫相依 就是急的后面隐藏着凶啊 福的后面也埋藏着祸 那我们看清楚没有 假如没有看清楚 就冒冒然然的躁动 结果只看到福 没有看到福 后面隐藏的祸 结果偷鸡不着十把米 杀身之祸被我们招来了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孔夫子非常赞赏 他的一个弟子叫做南荣 他认为南荣是一个君子 而且非常的有智慧 所以他才把他哥哥的女儿 嫁给了南荣 他赞免南荣 邦有道不费 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 他懂得把握时机 去一展治国的长财 那邦无道呢 当国家已经进入 动荡不安的时候 他也懂得抽身 免于刑路 免于被什么 免于被暴君有不当的刑罚 去残虐到他的生命 所以在孔夫子眼里 即便是修道的人 也不是忙无目的 慢无标准的 一昧的往前冲 所以何时该进 何时该止 这个进退之间 依据的分寸 不是你想我想 而是以圣人的真理为依据 那我们就可以 安然无恙了 也不会错失了良机 让我们可以互道 也不会在时机不对的时候 去助纣为依据了